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很有可能会在场上找到一张这样的海报 上面写着从轻到有的所有化学元素和它的符号 如果它的版本够新 那这张海报应该还会包含其他一些更新的 你可能未曾听过的化学元素 这种对化学元素的分类也被成为元素周期表 它最初是一位叫德米特里·门哲列夫的俄罗斯化学家创造 这些元素代表着可存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原子 科学家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 这些原子是如何结合一起构成我们的世界 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化学 但化学你们学科是什么时候 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呢 古希腊人曾经试图解释这个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 但涉及到化学领域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就不是那么突出 然后一千多年之后 终于出现了一位可以改变这个局面的人 他被人们称为炼金术士基伯 但他的真名其实是假比尔伊本哈阳 他生活在八世纪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腐发镇度过的 那时的腐发镇 是庞大的伊斯兰帝国中 众多多元化文化学集中心之一 在中世纪的时候 化学经常和一种叫炼金术的神秘技艺 混淆在一起 事实上伊本哈阳亦被人认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但这个其实是与他的写作方式有关 你可以看到他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的时候 是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记录在书里面的 但是在这些令人废解的文字背后 隐藏着很多令人惊叹的科学 事实上由于伊本哈阳这些详细的实验 使我们认为他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化学家之一 在化学科上 你可以使用试管和其他形象的玻璃容器 来混合或者加热化学物质 其中很多的容器都是由伊本哈阳发明的 他从一系列学者里面摄取了灵感 但他是阿拉伯科学黄金时代的 一大批伟大科学家的其中的首位 而且还要多得将造子技术相传的中国学者 使得新的化学思想可以用书记下并得以传播 当时伊本哈阳开发的很多化学工艺被用于工业领域 那个时期最大的化学工业之一就是生产肥造 当时带有方向气味的固体香茄 还是很新鸣的事物 在伊本哈阳之后的两个世纪 出现了另一位结出的科学家 将化学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位科学家的名字叫拉齐 在他的著作《秘密之书》中 他将物质分成了四大类别 动物 蔬菜 抗物质 以及这三类物质的混合物 并且古希腊人定义的四大基本元素 相距甚远 像伊本哈阳和拉齐 这种著名的学者的作品 后来被翻译成为拉丁语 并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 现代科学诞生之后 真正意义上的元素周期表 也变得越来越长 不过 我们在使用的很多化学方法 都是由伊本哈阳最先发明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知的化学元素有118种 而且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地增长 但是制造新元素的方法 已经不再是在试管中完成的了 而是在被称为核加速器的 大型实验室里面完成的 在那里 原子速会以巨大的能量碰撞在一起 我很好奇 如果伊本哈阳看到这一幕 会怎样想呢 我只想让你能量碰撞在一起 我只想让你碰撞在一起 我只想让你不想念 你去那里 我只想让你